哈喽大家好我是郑培恩 是培恩视觉事务所的艺术总监 跟李仲杰老师还有孙明远老师是一个团队 那平常大部分的时间呢 都在带这个政府职训的这个培训班 还有产头班的合作 额外的时间呢 像是一些平日晚上啊 或者是那个周末的时候 就会比较频繁的去跑这个大专院校 高中职的ACA和MOS的国际认证考试 帮学校的学生做一个证照的辅导动作 那我们的这个课程呢 这个课程叫做自己的特效框自己做 使用Franstil建立特效框 同学一定在想 诶这个特效框好像听过 又好像没听过 Franstil又是什么东西呢 来先给你看看几个范例 例如你曾经在这个脸书 滑脸书滑手机的时候发现 诶这个人一天到晚出去玩在国外 他怎么有这闲工夫 帮每张照片去加这种很可爱的插图 首先这是一个很知名插画家画的 这个应该大家都认识 那再来呢像这种 诶他这个出去玩嘛 拍照啊干嘛的啊去聚会 他怎么会立刻就有这框的特效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特效框 那你会发现 这个都是一些其他人设计的 我们会教你怎么自己做 好像这样子很可爱的框 我们会教你 那我们刚刚提到要怎么自己做呢 重点来了 我们在这门课呢 会带你去认识到什么是Franstil 这个认识并不是像我刚刚 切画面切照片给你看的这种认识 而是让你深深的了解它 了解它的规则 规范使用条款 还有大家很容易踩到地雷的限制 那当然也会带到你怎么去投稿 怎么样去判断 你哪些图比较适合 哪些不行 因为它有所谓的使用政策的部分 当然大家自己画的手稿 我们会使用到Adobe Illustrator的部分 去带大家把你的手稿画成可爱 又好看 或是又典雅 又别具你自己创作特色的风格 那通过投稿之后呢 我们就会进行特效官的测试 你一定是要先测试 用用看 你才会知道这效果嘛 不满意的话 砍掉重做 那如果很满意 我们就等这个审核通过的通知 一旦审核通过 大家都可以用 那再来 特效官藏上去之后 传照片 影片 直播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去添加它 这个部分在课程中也会去提到 所以我们的课程简介呢 我们就会这样想说 你可能觉得 哎这样很酷 老师刚刚列出来那些照片 我很想要学 那我们就会在课程中去教你 你要怎么去操作它 那当然这个限制条款 使用政策 社群条款的部分 我也会希望在课程中 去简单的带到一些些 让你去了解它 这个部分啊 真的很重要 很多人都会觉得 哎那什么政策啊 我都不用管 结果不管的后果就是 你上下去的东西 就被删掉了 它不会删你的东西 我们说的删掉是 它不会让你上架 就永远封存在那个后台 只有你看到 别人都看不到 这样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嘛 所以我们会希望 大家都可以深入的去了解到 使用规范的部分 然后让你的特效款 可以符合规范 并且通过审核 才能够给大家用 上完这门课之后呢 最重要的就是 学会特效框 再来 基本的 Ellugator的绘制 把你的草图丢进去 用一些特殊的 像是形状类的工具啊 钢笔工具啊 锚点工具啊 选取或 直接选取工具 去完成你的绘制 那当然配色 线条调整 粗细调整 颜色配置 或者是我们讲的 很好用的路径管理员 这些都会让你在课程中学到 那当然大家提到的 自动上下架特效框 这功能有吗 有 设定地区限制 我只想要在台湾给大家用 也有 这功能都是有的 我们都会在课程中去提到 那么就欢迎大家来报这门课咯 我们上课见